也要保住你的安全 这是第一线 可是 白鹿也会很辛苦 保重小复兴平安降生 也是我的责任 而且我的体质跟你不一样 如果能顺利移植的话 我不会像你这么辛苦 也对 你是妖怪吗 我们先回去了 最迟后天手术 我 将以后 你回去准备吧 好 我准备手术 告辞了 我看你 不管手术成功或不成功 我以后都不需要你照顾了 你可以随时走了 你不用觉得有心理压力 你不用觉得有心理压力 这段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 以前 总以为理解你的处境 其实在怀上小复兴之后 我才发现超级人类想要在人类的社会中生存 就像在四处都是窟窿的屋檐下躲雨一样 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 是 是我太天真了 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我不觉得是麻烦 所以你不要这样想了 我什么都没办法给你 你给了我爱 一个孩子 你什么都给我了 你什么都给我了 从今往后 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的了 还有的 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给 好 您还想要什么 我想要跟你约会 以前我们不是在回避 就是在争吵 都没有像普通情侣那样 好好的约过会 我想让你快乐 好 我跟你约会 对 天家通缉犯红时光的特征 左手手腕上有五个纸印的伤疤 左手手腕上有五个纸印的伤疤 另外 请专业人士 模拟一张红时光老年时期的照片 添加上去 他很善于伪装 我也想尽快抓到他 辛苦了 大约十月份开机 题材是关于一个女孩变成了狗 和他的男朋友相爱的故事 那是狗演小只还是小只演狗啊 应该是谁戏份多谁唱主角吧 一共九十二场戏 狗的戏份是四十场 大小姐三十一场 那岂不是输给狗了 也可以这么输 这个出道的作品 怎么能输给狗呢 那下个话吗 下 下一个 下一个 是关于两个女孩成长的故事 从十六岁相遇演到三十岁 没有即兴戏 是友情的故事 歌颂友情 这题材不错 只是这个导演的电影作品 在网上的平均分是四点三 水平不高啊 下 下一个 邱老 没了 没 没了 我看还是劝大小姐 退出娱乐圈吧 做电影咖是很纯粹 但是没有人找大小姐拍电影 这两个戏都是我们主头的 这两个戏都是我们主头的 失误了 到 我了啊 不如我血藏了她吧 有你这么做舅舅了吧 算 不打了 这老家伙一到输球的时候 就故意找借口 邱总遇到麻烦了吧 因为只有你在有心事的时候 才会忘记让着邱 难道你也有心事的时候 还有你一直在心事的时候 我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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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滑了 我滑了 我滑了 你滑了 我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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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滑了 一些具体的细节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目的 还是要确保万物运势 不要怕 没事的 你也不要怕 我没什么好怕的 能为你做这些 我觉得很高兴 谢谢你 你以后 就是小福星的小妈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一日怀胎 终身为妈 我们一起加油吧 你先吃药 先抽出一些血备用 虽然应该没什么问题 放心 天鹅是外科医生 比我还要专业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谢谢 我在外面等你